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是责任是谁的没搞清楚 你的钢板质量是肯定没有问题的 江西首当法律服务节目 有请律师 断裂的钢板 本周日晚八点 敬请关注 好 做你来尝 好 我尝尝 唇酿量量造无添加 唇酿酸酿好唇酿 长康唇酿白醋 就是惊喜的味道 江西都市频道温馨提示 久坐久站容易引发腰椎肩盘突出 腰疼 腿疼 坐骨神经痛 椎管狭窄 腰椎骨质增生 呵护腰肩盘健康 舒筋健腰很重要 我的腰腿 坐骨 舒筋健腰 放起来 想去哪 挺起腰 咱抬腿就走 这一旦腰椎肩盘出了问题 就怕走不了 动不了 痛啊 用舒筋健腰丸 专要专制 腰椎肩盘突出引发的 腰疼 腿疼 腰膝酸痛 舒筋健腰丸 广州白云山陈礼健 湿痛含蓄 喝红毛药酒 爱捏红毛 心致如今 我刚打断了 就对我生活不变了 现在不能吃人 不能下床 说话的男子名叫郭国卿 吉安人 去年年底 郭国卿遭遇了一起车祸 导致失血性休克 开放性骨骨干骨折 宫骨骨骨折 全身多处皮肤挫伤 左饶神经损伤 被送进了 井冈山大学 附属医院抢救 经过多次手术治疗 郭国卿总算是出院了 但让他没有想到的是 出院还不到半年 用于固定 左骨骨的内固定器 也就是俗称的钢板 竟然离奇地断裂了 可能就是钢板质量稳定 手术方面没做到胃 就是两个原因 集结知名律师提供专业服务 共享法治生活 各位好 这里是湘西首档 法律服务节目 有请律师 我是主持人胡帅 发生骨折后 在体内直入钢板 有助于维持骨折断端的稳定性 使骨骼顺利地愈合 但好端端的 固定左骨骨的钢板 为什么会突然发生断裂 郭国卿认为 为其手术的医院 或是钢板的生产厂家 要对此事负责 事实有真的如此吗 现在就是这个角 发炎又激烈了 经常又发烧 现在都是吃 靠吃那个消炎药 在这里维持 现在不能走路了 就是自然卧场 说起发生在自己身上的痛苦 郭国卿的情绪显得十分激动 他说钢板断裂之后 原本已经固定好的左骨骨已经错位 那么郭国卿安装在身体里的钢板 为何会断裂呢 这一切还得从去年的十一月说起 去年十一月二十号 晚上凌晨三点钟左右吧 他送朋友去否则站的路上 开一个七个电动车 跟那个一辆出租车相撞 造成那个左腿骨折 左臂骨折 伤害比较严重 车祸发生之后 郭国卿被救护车 送到了井冈山大学附属医院 因为是医生说是骨头都露出来了 当时是我们是发了 发了蛮多血 发了十几万 才把这个命 给那个脚给保住了 做手术 因为那个脚上 手术钢板是 做了蛮多血 基本上医生说 基本上是靠钢板 把这个脚给打起来了 1月26号 伤情稳定之后的郭国卿 办理了出院 前往当地一家 平安养护院 继续养伤 出院就到福利院来了 因为我也是一个人 就没回家 就在这里 就在这边来康复 一个康复 一个有人照料 伤势的逐渐好转 让郭国卿十分的高兴 然而 所有的一切 在今年的6月份 发生了转变 6月初的时候 我走路的时候 本来我们脚是 前后往前后停 它往边上撇 我就感觉不对劲 不对劲 我就6月24号 就去中心人们 用它片子 就发现手术钢板断掉 医学影像显示 之前在郭国卿 左股骨上植入的内固定器 也就是俗称的钢板 确实有断裂的痕迹 这个片子就是我们2月24号在中心那边医院拍的 从片子上能够明显地看出 钢板断裂 如果是做完了手术 正常的它们一年以后就可以撤钢板 现在半年都不到 一万多块钱的钢板 是吧 怎么会断呢 是吧 那么安装在身体里用于骨骼固定的钢板 为什么会突然断裂呢 钢板的断裂 不仅给郭国卿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最为关键的是 已经对他的健康产生了巨大影响 按照医生的建议 郭国卿应该立即再做手术 既然有解决的方法 郭国卿明知厉害 为何会拖到现在呢 按照他现在的经济情况的话 他就是承担莫及这笔第二次手术的费用 第一笔费用的话 我们借了十几万 十六万 差不多做手 总共住院期间发到十六万 大部分都是全部借过来的 他是一个孤寡老人 住的是安置房 郭勋轩说 叔叔郭国卿是一位孤寡老人 发生交通事故后 至今还未拿到赔偿 之前的医疗费用 都是他们四处借来的 如今他们实在是借不到钱了 叔叔现在是觉得很平安的 郭勋轩表示 为了治疗叔叔的伤 他们找到了井冈山大学附属医院 我觉得这个责任应该由附属医院来承担 我因为我是在医院里装的钢板 这个材料钢板也是你提供的 当时郭国卿提出了两个方案 郭国卿输职透露 对于他们的方案 井冈山大学附属医院予以了拒绘 走司法程序解决纠 这样的回应听起来没有问题 可在郭国卿看来 这是在拖延 我现在是三星水晶 一分钱都没有 我的姑姑老人 接一接不到 我如果做不见病 又要打官司 又要搞几个用 因为病人拖不起 他拖下去的话 小心 小病人变得大病在这里 对此 井冈山大学附属医院 又会有怎样的说法呢 8月9号 律师主持人妙洪涛 来到了井冈山大学附属医院 那个是责任是谁的 没搞清楚 你就是说要医院 给你八万块钱 没有这样的道理 我们要走路一个正常的 鉴定程序上 鉴定到我们有问题 我们就承担 对此 律师主持人妙洪涛表示 井冈山大学附属医院的说法 并没有错 因为导致钢板断裂的原因 有很多种 一般来讲呢 有患者自身的原因 或者是医院 他在动手术 诊疗时 有些不规范的原因 或者是钢板自身质量的原因 或者有其他等等方面的原因 现在还无法最终确定 那么这需要 专业的司法鉴定机构 记录进来 进行相应的司法鉴定 鉴定到底属于哪一方的原因 以及这个原因 占多少过受比例 那么郭国卿体内的钢板 到底是什么原因 导致断裂的呢 井冈山大学附属医院 医务科负责人表示 事发之后 根据他们的调查 医院在郭国卿的诊疗过程中 是没有过错的 钢板的断裂 或许与郭国卿本人有关系 你如果知道 他是在我这里做了手术 然后他在那个别的医院 做康复 做养护 对 然后在那边 就住了在那边断掉了 该你说是这个怪谁 是不是 井冈山大学附属医院 医务科的负责人表示 郭国卿是因为车祸入院的 当时伤情十分严重 经过医生的权利抢救 他的伤情才稳定了下来 出院之前 医生也反复强调注意事项 但是患者在出院之后 并没有遵从医嘱 有人给我们反映 说他自己上厕所 自己去蹲 自己去走路负重 在没有任何医生指导下 自己去负重 井冈山大学附属医院认为 不排除是郭国卿 未遵医嘱 擅自过早负重 导致钢板断裂 如果是这样 责任要由郭国卿 自己承担 当然也不排除 是钢板质量问题所引发 如果是钢板质量问题 也不是由我们院出钱 知道吧 钢板质量问题 那么是由厂家出钱 知道吧 对此 律师主持人妙宏涛表示 从法律上讲 如果钢板因为质量问题 导致断裂 郭国卿不仅可以找生产厂家 也可以找医院 因为医疗器械的缺陷 给患者造成损害的 我们患者可以向 医疗器械的生产者追伤 也可以向医疗机构追伤 那么在医疗机构 被患者追伤之后 也可以向生产者追伤 那么钢板的生产厂家 会有怎样的说法呢 据了解 郭国卿体内的钢板 是苏州优贝特医疗器械 有限公司生产的 记者通过电话 联系了该企业 苏州优贝特医疗器械 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表示 钢板属于三类植入物 每一个产品出厂前 都要经过严格的质检 拿到合格证之后 才能出厂 钢板断裂的情况 以前也曾经出现过 可是不是质量问题导致的 我们的钢板质量 是肯定没有问题的 如果有问题的话 那我们这边是没办法去做 如果我们这边有问题 那我们这边生产这么多产品 我们怎么销出去 我们每一批都是检验合格了 我们才过关的 因为这个毕竟不是像别的东西 这个是植入到人体之内的东西 我们家那边提供了 医疗器械相应的合格证 那么这并不代表着 咱们郭先生大腿上 植入的那个钢板 它是质量合格的 这个还是需要 这种相应的鉴定机构 实定进行勘查 勘测 鉴定 郭先生大腿上的钢板 它是否是质量合格的 苏州优贝特医疗器械 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建议 如果郭国卿有疑问 可以进行司法鉴定 但是对于如今的郭国卿来说 重新手术已经刻不容缓 而且即便是要进行司法鉴定 也要先通过手术 将钢板取出来才行 另外做手术要钱 我的计划说 做事法鉴定也要钱 它拿不出来 我们也再接不到了 反正我们就希望 希望那个附属医院 能本着 以人为本的精神 先把这个手术给它做好了 然后再追究是 你的医疗责任 医疗事故责任 或者是什么 钢板这两问题 怎么责任 经钢山大学附属医院 医务科负责人坦言 他们不是不愿 给郭国卿做手术 而是他们医院 没有这个能力 因为他之前断了 断得很厉害 就把它烂掉了 跟它斗起来的 斗得又烂掉了 反攻的事情就很难做了 不是说 拿到谁来都能做到好的 金钢山大学附属医院 医务科负责人建议 郭国卿可以向法院起诉 申请先与执行部分医药费 拿到钱后 再去找更好的医院智商 对此 律师主持人妙宏涛表示 先与执行的前提条件 就是当事人之间的权力义务关系 十分明确 就本案来说 先与执行很难获得法院的支持 因为这个本案 郭先生他大腿上的钢板断裂 到底是谁的过错 是他自身 还是医院 还是钢板的生产制 或者是其他等等方面原因 现在还没有最终明确 所以说他们之间的这个权力义务关系 不是很明确 在这个先与执行这一条件上 可能存在这一方面的困难 那么郭国卿输职 到底该怎么办呢 妙宏涛建议 郭国卿输职一方面可以申请民政 司法等多种途径救助 另一方面 也可以从当初的那起交通事故入手 据了解 在去年的那起交通事故中 郭国卿驾驶的电动车 与一辆出租车相撞 事后 交警部门对这起交通事故责任 进行了划分 谁该负责 必须靠事实和证据说话 不能凭借自然而然的惯性思维 咱们的律师主持人妙宏涛建议 郭国卿可以就出租车司机 应当承担的自要责任 与承保的保险公司进行协商 如协商不成 应当尽快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获取应得的交通事故损害赔偿金 用于钢板断裂后续治疗和司法鉴定 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 接下来为您安排的是 女性励志大剧 传奇女神医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男人肾虚 请用好护士排强肾片 幸福是每个男人的责对 好消息 好消息 买补费丸六合 历省298元 领送价值319元 补费大礼包一份 更多优惠 欢迎进店详寻 中药补费丸 专制可谈喘 江西都市频道温馨提示 久坐久站容易引发腰椎肩盘突出 腰疼 腿疼 坐骨神经痛 椎管狭窄 腰椎骨质增生 呵护腰肩盘健康 舒筋建腰很重要 我的腰腿 坐骨 舒筋建腰 放起来 想去哪 挺起腰 咱抬腿就走 这一旦腰椎肩盘出了问题 就怕走不了 动不了 痛啊 用舒筋建腰丸 专要专制 腰椎肩盘突出引发的 腰疼 腿疼 腰膝酸痛 舒筋建腰丸 广州白云山陈礼建 风湿痛 筋骨疼 喝红毛药酒 肾灰腰酸 脾胃虚寒 喝红毛药酒 疼痛 痰痴 喝红毛药酒 百年红毛 今至如今 遭遇法律难题 随时随地进行咨询 将下套推出 干法智慧法务平台 全国四万名资深律师 二十四小时在线 六秒急速相应 一对一在线咨询 图文咨询 电话快问 视频咨询 贴心 快捷 高品质 找干法 有办法 小程序 大服务 江西都市频道 干法平台 让法律服务 触手可及 暗还 质 挥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